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,可能是目前台中市警戒第一常人的第一分局,即中派出所警员王顺宏身高近195公分,昨天巡逻途中发现邹静独虫在看到远景时刻意闪避,他直觉有意运用身材优势,紧盯在人群中左闪右躲的邹南揪出蓝茶时, 邹南还借故绑鞋在趁戏将内幼安独的领钱包丢到娃娃机下方,但还是逃不过王元的眼睛被视破颂半。 记中派出所所长黄敬达表示,现年32岁的王元身高近195公分,鹤立鸡群平常出情机常常引起民众注目,但他除了长得高,眼睛也非常犀利,由于直觉灵敏加上直情非常主动认真, 因此在弃毒工作上有非常高的能量,不少毒品人口都栽在他手上。 王元昨天下午寻经中区光复陆时,发现走在人行道上的45岁邹南左摇右晃,步履蛮山,随即靠边停车准备上前关心, 未料邹南看见远景靠近却突然加快脚步,刻意闪避,王元直觉有意不动声色,保持一定距离观察, 只见邹南在人群中左闪身右闪躲,但最后仍被运用身高优势紧盯不放的王元就出盘查。 此时邹南见五路可逃只好洋装配合,起初表示因为王元长得太高,双脚才会不自主发抖, 还说已经十几年没碰毒品了,坚称没有射击步法,却借故崩下身子绑携带趁系将内幼安毒的零钱包丢到娃娃机下方,自以为神不知鬼。 不绝,但王元除查出邹南去年底才因涉毒被摆外,还朝见他趁细丢包当场打脸,让邹南哑口无言,乖乖就犯。 邹南警训中公称,稍早在枫园火车站附近购得安非他命后,随即搭公车至台中公园的厕所内适用, 却因吸毒太忙导致行走不稳,左摇右晃,反应其眼尖远近,注意蓝茶漏欠,真的是始料未及, 警方则在训后将全案以毒品罪嫌宋办。